冷热水不混合 凉杯 色素 七寸圆盘 取样勺 卡片 将两个凉杯放在七寸圆盘上 将冷水和热水分别倒入两个凉杯中 视频中左侧为热水 注意不要被热水烫伤 温别向两个凉杯中滴入适量色素 搅拌 使色素溶于水中 将卡片盖在装有热水的凉杯上面 翻转180度 将凉杯倒扣在装有冷水的凉杯上面 抽走卡片 两种色素没有发生混合 重复上面操作 流氓盘 转型 流氓盘 流氓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热水放在下面,冷水放在上面时,两种色素混合在一起 实验原理,热水的密度小于冷水的密度 因为热水中的水分子能量更大,运动更快 因此,水分子可以更快地分散开 由于热水的密度比冷水小 所以当它们相遇时,热水就会浮在冷水上面 感谢您的热水